民俄大學 Dok 文俄音樂 技巧 talk 生音樂 作詞 證書 寬慈ori 證書 審慈 編曲 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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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慈 繼續來看下面的概念 你們在讓珠童那門客老師看到 描述與副分的差別了嗎 對 所以 知道什麼叫描述桶 為什麼就要追問同學 有沒有 同學 好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可是我想知道 就是 現在進來我們 我們戲面書的 今年的大一個同學 到底對這個戲的興趣大不高 我要怎麼樣知道 最直接的方法是 問誰 新演戲 今年 新生 大一人生 所以這下一定出來了 然後這些人找得到嗎 找得到 找得到 他們也是全部被的 那我最好 最直接 最百分之一百確定的方法就是 但是 我沒得很多問題 那我當然要假設 每個人都平身是能回家 對不對 所以我得到的資料是什麼 百分之一百 全部 假設說這裡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 告訴我說 他們蠻喜歡的 有百分之五的人說 其實我怎麼進來的也不知道 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有百分之十的人說 其實不太喜歡 我是無感無狀 被迫進來 就是這樣 但是至少 我有那個 全部的數據了 對不對 那我 我要做的是什麼 我只要很清楚的去描述出 我收集到的數據 有百分之八十的 八十五的人 喜歡 很喜歡 有百分之五的人 借於 還不知道的中間 有百分之十 可能稍微 複向一點 但是至少 我全部都說了 有沒有漏掉 沒有 那這樣子的 數據 這樣的資料 我需要 我需不需要去推估 你們到底喜不喜歡 需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已經百分之一百多 都呈現在 在 在你那個 眼前了 那這種就叫做 想要素性同性 也就是說 我對於我有興趣的 這個研究對象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的 收集到資料 而且我其實主要做的方式 只是把這些數據 整理 分類 然後我能夠去說明它 清楚的 說明它就夠了 比如說 像什麼樣的調查 就像這種 也即使 我的研究對象是 擴起到全國 像那個全國的比查 這樣子的數據 原則老師 那個不一定對 不管 但是那個補查的概念 就是 我說的 我就要考察到 只要我真正 我有興趣的再這樣 嗯 別的是一個同學 我有興趣知道 我沒有興趣知道 所以我不需要 收集他們的資料 我只要收集你們的資料 就好 這樣 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的題目改了 我的題目 我的興趣不在你們 我的興趣想要知道說 欸 這個年齡階段的 今年進來的大學生 好 進來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的 一年級新生 不管它是什麼系的 對於心理學 對於心理學 的這個領域 有興趣的 普遍性有多高 假設 我的題目改成這樣 我有興趣的是 全校的大愛心生 那我可以做什麼方式 假設我一定要用問的 假設我一定要用問的 可是你們大家看 我能不容易去找到 每一個系統 每一個大學生去問 可以有一點挑戰度了 對不對 好 其實真的讓我找到了 我可能需要花的時間很長 我可能要花的這個 成本 是很高的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可以找到一個方法 是我可以很快的 去了解到這個數據 然後呈現出來 讓大家都知道 其實研究有時候 也需要十小時 我不可能說 我慢慢的去放上 放上一來個月之後 才知道 那的話大家也有感覺心理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可以採取的方式是什麼 我可能只反問 一小部分的人 可是我的目的是 希望透過這一小部分 各人的回應 來去推估 今年大愛學生的 對心理學習慣上程度的 傾向有多高 就有點像 我們的民意調查一樣 我們各縣是 假設要有選舉 或者是全國的選舉 那說民意調查有沒有可能 所有的 有選舉權的人都訪問到 不可能 你可能說好 我一定要一個人訪問到 肯定訪問到 做選舉也完了 那你的民意調查有沒有什麼作用 所以 有些聯絡 它有一些自在難題的地方 是呢 我們沒有辦法 所有的數據 取到 可是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方式 來讓我們取到的數據 一樣可以有幸福力 一樣有說服力 可以讓我們說些什麼 所以你民意調查看 我們就會看 每年的各家的民意調查的 這個準確度到底誰高 然後去評估他們是如何抽樣 這個就有先得到抽樣 那假設說我們今年大一的學生 有五百五十個人 那如果我們去找部分的人 假設我知道說 我們五百五十個人 有十一個系 我的資料是這樣 那我如何去找到 有 意想部分 可是具有代表性 代表我們大一全部學生的 興趣傾向的忍不來 那我只要去討論他們就好了 那我可以用比例的來推出 對不對 好 假設五百五十個人 那我去把我一個 五十五個人 那我就以比例推十倍就好了 但是前提是 我這五十五個人 要充分的來代表個性的大一學生 對不對 好 那我要去把我五十五個人 設定好了以後 我現在知道有十一個系 假設每個系的 進來的新增能數差不多 那我如何去分配 我這五十五個壽司的 這樣分 每個系大概五個 這樣子 就是用這種方式 好 這樣子大概分好了以後呢 好 比如說我們的系 我如何去找到這五個人 怎麼抽 抽籤 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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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抽 我要在紅門系 找到五個人 第一個人當然都是完全水晶 就是抽籤 知道嗎 這個你在從事裡面就會覺得 當我要水晶抽籤的時候 有一些方法 除了完全水晶之外 我還可以 我就每班的 比如說 三號 八號 就是每個五個人抽一個 這個是叫做有性 五個人抽 好 但是每年系都要這樣子 好 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 我要不要考慮到 男女的分配努力 如果要 我還要 這對性別再去做切割 然後再隨機抽 好 這些都是 在推論統計裡面的一些方法 好 你們在統計的 大概中間 這學期的中間 會上到這個 如何抽樣 就是 我要想辦法去找到 具有代表性的樣本 甚至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的對象 不是 我的樣本不需要很多人 可是我可以 推論我的結果 到我有興趣的這個盤 所以我雖然 做五十五個人的調查 可是我可以推論到 五百五十五個人的 傾向 對精力學習慣性度的傾向 這種我們叫做 推論統計 好 這樣 好 那 這裡我們就 牽扯到 這個 這個我想我留給你們 統計老師去講好了 虛無假設跟對立假設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只談到統計的時候 會談到 就是說 當我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通常研究者會接設立 我要看的面向是什麼 我的角度是什麼 假設以這個題目來說 我可能假設說 欸 因為現在人對於身心的重視的程度 或者是 就是說 耗心的程度 越來越高 因為社會的發展 使得我們對於 身心行為的那種 那種 那種 就是說 需求越來越大 所以我假設 進來的這一間的答案的學生 他們對心理學的 那個 就是說 好奇或有興趣的程度 還蠻高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研究假設 但是我必須要去檢驗 我這個假設有沒有被支持 所以我要去 從550個人當中抽取55個人 然後來去做調查 好 這樣 然後看調查的結果 的數據有沒有符合我的研究假設 好 那 在這裡 假設我的研究假設說 我認為是 比例還很高 就是蠻高的 假設我定百分之 應該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這是我的標準 那我所得到的 自然的數據 就會跟這個蠻大的 其實去做相比 看它有沒有 沒有高於它 或者是低於它 這樣子的情況 好 可是高要高多少 我們才覺得夠 我的研究假設被支持 好 然後 第一套低多少 我們才覺得 沒有我的 我的研究假設是被補覺得 這是我們要第一套 準則 標準 好 那在這裡 我們不會說 百分之 假設我的標準 第八是七十 那如果我看到的是百分之七十一 你覺得這兩個 有沒有顯著的差別 沒有 那如果七十五跟七十呢 有沒有顯著差別 也沒有 那如果八十跟七十呢 如果我的標準是七十 那我看到的是八十 你們覺得有沒有顯著差別 顯著高 不敢說 九十呢 九十五呢 跟七十有沒有差別 有 所以你們的資本好高 要到九十五才算有差別 在這裡 有時候可能 裹定 即使我看到八十 我會覺得 哇好興奮喔 我們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 可是我其他人覺得 八十呢 還好吧 就是 其實每個人標準不一樣 就會回到我們 上禮拜 每個人的標準 他們的標準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在心理學的這個領域 它不太像化學跟物理學 它可以有很明確的那個量 的設定跟規劃 我們只能從相對的角度 來去看待 這種所謂的相對的角度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兩個數字之間 到底那個差異的量 有多大 大到讓我有百分之多少的信心 來說 這個數字是高的 這個數字是普遍的 好 在心理學裡面 談的是信心程度 對不對 因為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 我喜歡吃這樣的杯子 你們喜不喜歡 一個紅骨板 固定 對不對 所以那個 每個人之間的 尤其是看好到人的 心理的個質 個性的東西 那個落差 其實特別差異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無法定一個絕對的標準 在這裡 所以我們只能取相對的 那那個所謂的相對 就是說 當我透過統計的資料分析的量度 來告訴我 這樣的數據 可以讓你有多少的信心 改下這個結論 的確 這個大一 今年的大一的學生 對心理學是有興趣的 這樣的結論 那這種我們叫做 統計的顯著性 好 所以在心理學的研究裡面 你們學統計 很重要的就是這個概念 要知道 當你要去進行推論的時候 你的資料就只有 代表性的樣本 而不是全部的 受試者的資料都有的時候 你只能從統計的顯著性 來告訴別人 我有多大的信心 來下這個結論 那你們知道在心理學研究裡面 多大的信心是我們 比較一致性的標準嗎 如果當我跟你講一個 心理學的研究結果 我跟你說 我有百分之五十的信心 你覺得夠不夠 不夠 因為還有百分之五十是錯的 對沒錯 好 百分之七十五呢 也不夠 可以了 好 可是如果是在科學術領域裡面 百分之九十的信心表示 還有百分之十的錯誤的機會 那你想想看 我們講到一個比較嚴謹的理論 第一學好了 我發展一個藥物 結果我告訴你說 這個藥有百分之九十有效 那意思是說百分之十的吃的可能 有問題嗎 所以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標準 那我們是在探討人類性為科學 我們常用習慣的標準是百分之九十五 也就是說 你在看心理學的研究裡面 大部分他們要下結論的時候 通常都是取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標準 我這樣子的統計分析的數據 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以上來告訴我說 這樣的結論是被支持的 當然更嚴格的標準是取百分之九十九 是取百分之九十九 這是在這個禮物裡面大概比較常用的 當然當然要看到 你探討的東西 有沒有牽涉到一些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評估一些 平床諮商方面的一些療效的時候 那個其實比較很高的問題 但是也許你只是在探討 你人的行為的現象 那就標準也許不可以降低一點 所以在這個範圍內 大概是我們這個領域裡面設定是 顯著性的一個標準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 好 這樣嗎 好 這樣嗎 好 這樣嗎 我們去看